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的小举动,不该被过度放大 大部分人都有,请适可而止 王一博是公众中非常受关注的人之一 不知道是因为大众太安静 还是网友有这种偏好 他们总是用放大镜观察细节以自娱自乐 王一博给大众的很多标签都不对他只是一个有魅力的男孩 但他更苍白更漂亮 至于王一博,他也有些无语了 无可奈何的事情,在王一博很小的一个动作中 不难发现他骨子里是个很阳刚的人 很正直,正直,坚定 最近网上很多人都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解读各种王一博 虽然看完有点搞笑 但这种解读的背后当然是有胆过头了 一个不混粉圈的人 对于粉丝和偶像的关系更多的态度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你是我的投影,我喜欢你 因为你能体现出你的潜力和自我积极的状态 多样化的追星方式当然是当下的娱乐常态 虽然粉丝圈很乱,但还是在朝着好的方向适应 拿王一博做例子呢 是因为小妖目前的注意力只能局限于此人而已 毕竟作为顶流中,比较看好跟欣赏的一位 投缘自然不用多说了 粉丝喜欢扛着八倍镜来看王一博 这已经是王一博粉圈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但是如果过度了,你会怎么想呢 首先呢,王一博曾经塑造的裤盖形象 是公司跟他本人的意愿 毕竟男生心理上都是有木墙的一面 好的形象才能更好的发展 可是随着王一博的爆火 貌似一切都被改变了 裤盖变成奶盖 全然是因为王一博在天天向上中 总会流露出来最真实的一面 懵懂的呆萌状态 由篱下的一脸茫然 自己的喊着是个酷男孩 的确跳起舞来 那真是火力全开 让你只会感受到他的火热 可是安静下来 他不善言辞 甚至萌萌哒 这种的反差萌 造成了粉圈两极化的解读 总会有人把呆萌的他当个奶娃看 看他舞台表现后 那就把他当成又酷又帅的男人了 这说到底 都是正常的 可是很多人却总会在细节处深入解读 比如王一博的小举动 吃东西的时候 会弹弹手 但是却会把饭渣往裤子上擦 说实话 不是男生有这个毛病 女生也有 王一博钟爱自己的鞋子 在节目中经常可以看到 玩游戏后 很在乎自己的鞋子 赶紧去擦一下 结果呢 顺带着把擦完鞋子的手 往裤子上再蹭两下 好多人看了都在说 你说他爱干净呢 还是不爱干净 只想送你一句话 要你管 大部分人重视一件东西 都会表现出在意的举动 如果过分解读了 貌似就不太好了吧 虽然他是公众人物 但是却没有比较被人评头论阻止这点点太多吧 好了 浅尝哲只说这么多 毕竟作为娱乐公众人物 粉丝众多 喜欢揪着自己喜欢的艺人深入研究 无可厚非 但是有些东西适可而止就好了 王一博的很多小举动 大部分人都有这些毛病 不过是因为他是帅哥 公众人物被放大了而已 不足为奇 也无需过度解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